老姐这次做的豆沙包,糖放多了,我吃起来感觉甜得发酷 但对于尼普来说,似乎刚刚好 萧欣宇暗中观察尼普的进食过程 地匠族的身体结构,类似于兽人形态的御兽或者魔兽 看起来颇具人性化,实则处处透露着原始的兽性 尤其是干饭的时候,尼普所呈现的样子像急了一个愚蠢而又笨拙的吃货 接下来的交流,萧欣宇就从饮食这个点切入 尼普一边咀嚼豆沙包,一边回答萧欣宇的问题 我们的酱族,常年在地底铸造冶炼神器装备 日子过得很苦,也很压抑 所以我们天生喜好甜食,糖分高的食物,能够冲淡我们吃过的苦 萧欣宇单手拖着下巴,轻轻点头 尼普,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以后我会带你吃更多好吃的甜食,冰淇淋听说过吗? 那是什么?听起来不错 除了冰淇淋,还有羊汁甘露,珍珠奶茶,提拉米苏,巧克力蛋糕 萧欣宇逐一列举,牵动着尼普的心弦 经过短暂的相处,萧欣宇已经把这位神断师的底细摸透了 尼普,地匠族首领幼谱之子,七等神断师 神断师根据等级划分,最低一等,最高八等 整个地匠族只有首领幼谱达到了八等神断师的段位 镇族之宝地脉熔炉,也只有在幼谱的手里 才能锻造出最高品质的地脉神器 这项锻造技术,其原理就是低配的炼金术 但在南半球的神须界,备受许多强大势力的青睐 尼普,这是最后一个豆沙包了,给你 谢谢你,萧 萧欣宇 谢谢你,萧欣宇 尼普吃掉萧欣宇递过来的豆沙包 吞咽后一脸意犹未尽 相比,他在地匠族的饮食 人族的甜品糕点,简直就是至尊美味 对于尼普来说,这种感觉就像吃惯了粗粮 突然尝到了一口细炕 区区几个豆沙包,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萧欣宇明显感觉到,尼普对他放松了大半警惕 对了尼普,蓝半球的世界,或者就按你所说 神虚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尼普没心没肺,脱口而出 那可是六位真神创立的高度繁荣的文明世界 即使六位真神已经不在了 只留下一片废墟,也足以让我们外虚百足 还有内虚六国繁衍生息,共同对抗虚寿 尼普简短的话语里,出现了太多 引起消心与重视的陌生词汇 六位真神,外虚百足 内虚六国,对抗虚寿 这都是超脱萧欣宇认知之外的专业名词 萧欣宇没有依据,所以无法脑补具体的画面 但他大概可以猜到 这些词汇聚在一起,就是南半球的世界地图 尼普,能不能给我画一张地图 没问题 你看好了,这就是神虚界的轮廓 我标记的这些漩涡,就是虚寿大军传送的法阵 这边是内虚六国的势力分布 在土壤里勾勾画画的受肘,突然停止 尼普的脸上,重燃警惕的火焰 萧欣宇 你一个来自神气界的人 为什么要问关于神虚界的事情 我劝你别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物种进化的差距,可是六位真神决定好的 你要是想你,和你的族人多活几年 就别越界 尼普口中的越界,自然就是跨越交界之地的意思 萧欣宇从尼普的反应中能够大致猜出 对方口中的六位真神,物种未知,战力不详,不知踪迹 但这六位真神,似乎具备造物主的能力 是他们在末日降临地球后,维持着地球的平衡 促进地球本土物种的进化 衍生强大的文明,孵化千奇百怪的职业 与所谓的虚授对抗 至于北半球,则是被六位真神抛弃的地带 没有利用价值,交给时间法则,使其自生自灭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这六位真神创造了交界之地 将南北半球的文明演化完全割裂 形成拥有巨大维度差异的两个世界 总而言之,根据尼普的直言片语 萧欣宇只需稍加分析,就能察觉到很多秘密的端倪 人族似乎早就遗忘了,曾经的末日之初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家记忆的起点,是玉兽师的诞生 但如果这是被删减过的记忆呢? 玉兽师文明之前,是否还穿插过其他文明? 疑点重重,兴趣昂扬 萧欣宇已经忍不住开启南半球之旅了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龙族隐藏最深的秘密,就在南半球的某个地点 萧欣宇,我很感谢你请我吃这个特别的美食 叫,豆沙包 对,我感谢你请我吃豆沙包 尼普的语气陡然严肃,忧心忡忡地提醒道 但我劝你一句,不要试图跨越这片交界之地 不要去你不该去的地方 玉兽他又补充道 况且,玉兽师这个职业,在我们那里 算是最差劲的一种职业了 你能轻松打败我 是因为我们神断师本就不擅长战斗 如果遇上那些喜欢争强斗痕的种族 尼普说着说着 目光落在萧欣宇身边的暗影魔龙身上 他的表情产生微妙的变化 明明周围空无一人 他还是下意识压低生理 看在豆沙包的份上 别怪我没提醒你 龙,在神旭剑,与禁忌二字化等号 内需六国之一的物国 他们的主流职业,叫做灭龙师 萧欣宇听后 体内的龙血莫名其妙开始沸腾 三段龙王基因锁,蠢蠢欲动 就连封印在体内最深处的中烟之力 都突然爆发诡异的波动 灭,龙,狮 萧欣宇一字一顿 尼普小声道 据说,物国的灭龙师 他们的力量来源就是通过屠龙来获取的 所以他们杀光了神虚界所有的龙 这就是腐朽龙王从南半球 偷偷摸摸逃到北半球 才敢明目张胆篡位的原因 如果他在南半球暴露身份 必然会被悟国的灭龙师 当成升级副本给刷了 萧欣宇不再绕弯子 直入主题 尼普,有件事 我们商量一下 什么事 你留在我身边 做我的随从 如何 尼普肉堵堵的脑袋 当场摇成了波浪鼓 开什么玩笑 我的将族 虽然在外需百族里的排名不高 但我们神断师 可是很有地位的 内需六国 想要打造适合自己的武器装备 都要上门找我们呢 尼普又开始秀优越感了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 北半球 神器界里 任何种族都是低等文明 他不可能接受 成为萧欣宇的随从 萧欣宇不疾不徐 肖问道 尼普 内需六国 都不好惹是吧 那当然了 内需六国的根基 可是六位真神打下来的 我们外需百族争来争去 也只能以部落族群自居 不配建立国家 就是因为 神需建的秩序 只允许六个国家存在 多一个都不行 除非有人能把其中一个国家灭掉 取而代之 萧欣宇点点头 笑容逐渐邪恶起来 内需六国之中 有一个叫做尹国是吧 你你怎么知道 尹国很强吗 废话 暗影大帝 雷亚陛下 可是能单杀图腾及 虚寿的强者 接下来 萧欣宇笑而不语 尼普瞠目结舌 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 圣影之灵 这是雷亚陛下的贴身圣宠 萧欣宇 你你真是活你了 尼普快要疯了 在他眼里 趴在萧欣宇肩上 眨把眼睛的圣影之灵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萧欣宇的计策很简单 只要涉及到劝祥赵安 什么小之仪里 动之仪情 全都是无用功 想要让尼普成为自己的人 那就把他和自己 绑在一艘随时会沉的船上 如果你口中的暗影大帝 雷亚陛下 找到了我 那我只好说 我确实私占了 您个贴身圣宠 同时 地匠族首领之子尼普 是我很好的朋友 尼普这辈子 走过最长的路 不是从神虚界死里逃生 而是萧欣宇的套路 萧欣宇 你们人族骂得最难听的话 能不能教我两句 不能 那我只好用家乡话了 愚蠢的人 或许还在使用翻译软件 而萧欣宇 已经戴上降噪耳机了 不知过了多久 尼普骂累了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泪水打湿眼眶 萧欣宇 你真是卑鄙啊 尼普不是傻子 她知道这是萧欣宇控制她的手段 圣影之灵可是暗影大帝 雷亚的贴身圣宠 相当于半个女儿 萧欣宇把这玩意拐到自己手里 一旦被雷亚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而尼普 作为萧欣宇的朋友 也会享受到成百上千种死法 尼普 不论你对我有何偏见 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伙伴了 我承认 我用这种手段控制你 并不光彩 萧欣宇脸上的邪笑瞬间收敛 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真诚 但我的野心不会改变 南半球的神虚界 我一定要闯一闯 我拿你当朋友 希望你这个本地人 能扮演一次我的导游 我需要你 萧欣宇稍作停顿 补充最后一句 对了 你是我在神虚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戒 尼普透过萧欣宇清澈的眼神 可以看出 这个人族少年 对于闯荡新世界的渴望 萧欣宇 我还要最后提醒你一遍 神虚界 文明等级远高于 你曾经生活的神器界 虚兽对于你们来说 是极其恐怖的威胁 那虚六国 没有一个好惹的 物国的灭龙师 真的可以轻轻松松屠杀巨龙 尹国的雷亚陛下 是尹国历史上实力最强的 尹武者 他对圣影之灵十分看重 尼普的每一句话 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他的语气里 甚至透着试图劝阻萧欣宇 闯荡南半球的深意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尼普 谢谢你的提醒 但我 还是要去闯一闯 爱好吧好吧 如果你有一天死在神器界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尼普长叹一口气 圆滚滚的毛皮肚子 微微抖动 他答应了 暂时当萧欣宇的随从 对他而言 萧欣宇是一个有趣的过客 他的心底也很好奇 这个来自神器界的人类 会在神器界 走出一条怎样的路 走吧 跟我回家 我还会请你吃东西 还有豆沙包 你脑子里只有豆沙包 这样吧 入乡随俗 以后我叫你小豆包了 萧欣宇187大哥 站在尼普面前 就跟一个小手办似的 去喊人家小豆包 但转念一想 这也在里 毕竟萧欣宇的本体形态 整个地球都容不下 定 系统提示音 虽迟弹道 恭喜宿主 做出选择二 劝祥赵安 不论用什么方式 把尼普忽悠瘸了 让他成为自己的小弟 发放任务奖励 虚兽异能 因陀罗之雷 奖励已发放 请宿主一部仓库查收 萧欣宇暗嘀咕 也不知道虚兽的异能 跟御兽的兽 能有什么区别 现在萧欣宇 准备带着尼普回家吃饭 好好招待一下 这位来自神虚界的朋友 暂时没有时间阅读 奖励详情信息 其实 关于虚兽异能 从实战中去了解 效果远超系统 给出的解释 虚兽异能 因陀罗之雷 是一种足以让雷阴圣麒麟 直接净化晋升式 神体的雷电能源 奉明一想 萧欣宇驾驭 是神涅槃凤 载着尼普 飞出交界之地 这就是 神气界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尼普睁大眼睛 对他来说 北半球是一片未知的世界 在此之前 他从未来过这里 东章希望过后 尼普开始平头论足 神气界 不愧是被六位 真神抛弃的世界 看起来破破烂烂的 论空气质量 包括天地之间 应运而生的资源 则则 差距真是太大了 尼普这可不是秀优越感 他只是在陈述事实 等到萧欣宇 进入南半球的世界 领略到神虚界的魅力 他也会发出 尼普同款的感慨 如果举一个客观 而又形象的例子 那么北半球 神气界 就像是一座 巨大的废品回收站 人族和曾经的魔兽 每天过着遍地 捡垃圾的匮乏生活 打着最贫穷的仗 而南半球 神虚界 好似一片梦幻般的 富饶之地 寸土寸金 内需六国 外需百族 以及虚寿阵营 都在利用最好的资源 打着最富裕的仗 文明割裂的巨大差距 似乎是造物主的 友谊而为之 小豆包 等你跟我回到家 我请你喝珍珠奶茶 糖分爆表的甜度 绝对爽翻你的味蕭 萧欣宇 你对我真好 都是自家兄弟 以后 喊我义父就行 义父 在你们人族的语言体系里 有什么含义 萧欣宇张口就来 不带脸红的胡说八道 就是好兄弟的意思 义父 哎 义父 你是我的好义父 对了 尼普身上 或者说地匠族这个种族 血液里残留着太多兽性的成分了 只要是兽 骨子里就会有奴性 唯独龙王和凤后除外 萧欣宇和叶双宁的本体形态 严格来说 没有兽性 只有神性 兽性与神性的区别 就是王与王的坐骑的区别 世神涅槃凤缓缓升空 萧欣宇催动灵力 准备发动空间跃迁 掌握空间法则最大的好处 就是跑图比任何人都轻松 最多十秒 萧欣宇就能从交界之地的边缘 回到龙国皇城 小豆包 坐稳了 放心吧义父 尼普氏的老实人 说白了 神断师的本质 就是憨厚朴实的打铁匠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会铸剑罢了 而萧欣宇 是真的剑 龙 龙 龙 黑雾散去的交界之地 突然发出地洞山摇的震荡 将军 有情况 交界之地 好像要崩塌了 萧欣宇回眸的瞬间 亲眼目睹交界之地崩塌的景象 这条仿佛缠绕地球赤道的白金色丝绸 像是被某种力量扭曲扯断 如果这颗地球 是一个不知道重生了多少次的摊 那么一定有一双无形的手 又一次剪断了它的旗带 拿着命运的循环 将军 好多黑点 这些黑点正在膨胀 漩涡 交界之地崩塌后 大海之上 凭空浮现密密麻麻的黑点 每一个黑点都在加速膨胀 形成浩瀚的漩涡 萧欣宇不由皱眉 他感知到一股股强大的威胁 尼普惊呼 虚涡 是虚涡 数量不少 规模不小 等级不低 虚涡 虚兽阵营 用于传送军队兵力的传送渡口 一年前的今天 人族视野里的最后一只魔兽 死亡毁灭 一年后的今天 人族的视野里 出现了更强大的宿敌物种 虚兽 虚兽从何而来 虚兽为何诞生 到底是兽性的变异 还是神性的阴影 随着虚涡数量的增加 繁星苍月皆失光色 当这些虚涡停止旋转 里面响起古老 而又沧桑的兽鸣 这种兽鸣的音频 与魔兽的叫声完全不同 魔兽的嘶吼 通常只会让人们起一身鸡皮疙瘩 又或者感知到灵魂的恐惧 而虚兽的鸣叫 会让人们的心神产生无法抑制的混乱 灵魂与身体仿佛失去了同步的默契 这种感觉产生的缘由 不只是实力的差距 更是文明等级的断层 如今交界之地崩塌 神虚界与神气界 失去了唯一一道 隔绝文明差异的壁垒 南半球与北半球的世界 开始碰撞相容 享受了一整年安宁幸福的人族 即将迎来残酷的挑战 他们来了 尼谱沉生道 瞬息之间 所有虚涡同客开启 就像传说中的上古魔神 赫然睁开一双双覆眼 第一只虚兽 降临 紧接着 第二只 第三只 虚兽的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的形态 映入人们的视野 这这些是什么怪物 好强的感觉 变异种的魔兽 不 他们身上没有魔戒 他们的形态 人族文化博大精深 但此刻却没有人能够用语言 精准描述形容这些怪物的外貌 曾经支配过人族的魔兽一脉 纵使长相恐怖 身上也总有人们熟悉的特征 比如狮子老虎狼 比如蜘蛛蝗虫蝎子 哪怕是魔兽总帅尼德霍格 外表看起来也是龙的样子 起码用语言可以去描述勾勒他的轮廓 然而虚兽的出现 竟让抽象这个词变得具体了起来 他们的肢体构造 完全违背探机生物的理念 让人一眼无法分辨 什么是血肉 什么是骨骼 什么是内脏 萧星宇开启魔神之眼 扫视乌泱泱的虚兽大军 不愧是来自神虚界的怪物们 实力体系的构架 远高于魔兽 世神涅槃凤的背脊上 脸色凝重的泥谱 忧心说道 萧星宇 看到了吗 这就是文明等级的差距 你不是想去闯荡神虚界吗 如果你们人族的力量 连这一批虚兽的侵袭都扛不住 我劝你还是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吧 萧星宇开启预寿文章 再次召唤暗影魔龙 龙之呼吸施展的同时 召唤雷烟圣麒麟 为这位龙国的空军大将 穿上霸气华丽的铠甲 奉鸣响彻云霄 奉神术加持余身 至此三大血脉的力量 同时在萧星宇的身上呈现 尼浦见状 心中不由暗叹 玉兽师这个职业 在神器界里 似乎不弱呀 这就是尼浦的知识盲区了 在北半球 神器界里 强的从来不是玉兽师这个职业 强的是萧星宇 小豆包 接下来我要开始战斗了 你的任务 就是跟在我身边 下虚兽的等级化分 尼浦欣然点头 然后用肉糊糊的兽肘 拍了拍挂在腰间的万象囊 没问题 我负责解说 对了 需要我拿出几件地脉神器帮你吗 哼 萧星宇冷吃一笑 看不起谁呢 怒涛先天 风卷残云 凤鸣龙银 麒麟咆哮 战斗打响的瞬间 从破败和流血中崛起的人族 又将进入下一个时代 尼浦站在世神涅槃凤的身上 负责解说虚兽的等级 这个浑身散发雾矮的怪物 是暗鸣吞噬者 那团黑乎乎的脏东西 是血肉塑形者 小心背后 他是边界突破者 根据虚印数量可以确定 他已经进化到将棘了 尼浦毕竟是南半球的本地人 他对于虚兽的了解程度 就像人族对于当年的魔兽一样熟悉 萧星宇一边战斗 一边聆听尼浦的讲解 在心里 归纳出虚兽的等级体系列表 虚兽的进化路径 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 繁集 兵集 将集 第二阶段 帅集 王集 帝集 第三阶段 图腾 神圣 主宰 这次入侵人族地盘的虚兽 等级基本都处在第一阶段 但因为文明等级的巨大差距 即使是第一阶段的虚兽大军 也能在人族的头顶上 施加毁灭性的灾难 萧星宇就在战场的第一线 他与不同等级的虚兽激烈交手 感知最深 繁集 虚兽里最弱的等级 可他的综合数值 竟能与兽神体 三阶 的御兽 进行对标 换个残酷的角度来说 人族的神 只能够得到人家的烦 文明等级的差距 在这个点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此类推 兵集虚兽 对标是神体御兽 将集虚兽 对标兼星体御兽 当虚兽进化的第二阶段 帅集的虚兽 可以对标混沌体御兽 帅集虚兽 只是第二阶段的第一个等级 但他的综合数值 竟然可以企及 完全健康的魔兽总帅 尼德霍格 在人族的世界里 混沌体 已是御兽进化的极限 但在神虚界 虚兽还有第三阶段 图腾集虚兽 神圣集虚兽 以及主宰集虚兽 都是目前人类 无法想象的强大怪物 肖星宇不止一次预想过 南半球的力量体系 会很恐怖 但如今眼见为实 他还是感到深深的震撼 边界突破着 挥舞密密麻麻的液态触手 轻松击退 肖星宇的偷袭 尼普不又叹气 哎 你打一只降级的虚兽 都这么吃力 还敢偷偷占有圣影之灵 你知不知道 暗影大帝 雷亚陛下 可是能够单杀 图腾集虚兽的存在 肖星宇懒得跟尼普斗嘴 他目前没有发力 只是为了给魔神之眼 留下更多的时间 去分析虚兽的隐藏信息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人族才刚刚接触虚兽 无脑硬刚实属下下策 必须打游击战 尽可能去分析虚兽的软肋 肖星宇催动大量灵力 暗影魔龙召唤 气势恢弘的影子军团 暂且铸造一道暗影城墙 拖延时间 魔神之眼 开启万花筒模式 整个世界在肖星宇的眼里 瞬间降速 虚兽 果然强得可怕 他们的攻击 防御 智慧 是魔兽远远无法比拟的 要说弱点软肋 必须一击打碎他们体内的虚核 否则以他们的自愈能力 御兽师们很难打出有效的攻击狂潮 肖星宇分析之际 龙国海军与龙国陆军赶来支援 三军联动 在茫茫大海之上 共抗虚兽 秀 一道近段之剑贯穿夜空 蕴含无系魔法的箭矢 射爆一只繁疾虚兽 心灵女神形态的慕容猩猩 出现在肖星宇的身边 如今的慕容猩猩 已经成为龙国海军大将 继承慕容静的衣钵 女将军的装扮 让她看起来英姿飒爽 雪白长发随风飘动 配合心灵女神自带的光辉 简直就是世人眼里的女神将灵 风破鹤及 陆军大将袁一臣 驾驭白鹤先尊 率领陆军部队进场 大帝额兔负责在海上扑路 陆军部队浩浩荡荡 至此 龙国新时代的三军大将 集结完毕 慕容猩猩 向来沉稳平静的脸色 浮现一阵波澜 星宇 这些都是什么怪物 虚兽 来自南半球 六经 新的征程 要开始了 萧星宇开启龙铜 体内三大龙王之力 隐隐欲动 虚兽很强 但再强 终究也是兽 御兽师很弱 但再弱 终究也是御兽师 即使两者之间 有着难以愉悦的文明等级鸿沟 只要御兽师 和兽之间的底层逻辑关系不变 各位 这样激烈的战斗 久违了 不论敌人是什么兽 但别忘了 我们可是御兽师 不要惊慌 不要失措 听从我的号令 啥 天际霞光万丈 金芒野蛮蹦射 白鹤仙尊 开启混元精神形态 等级生智是神体 一揭 圣洁的纯金羽毛 化作无数仙剑 气贯长虹 在虚兽大军之间 肆意穿梭 经历一年的沉淀 炎依晨的实力突飞猛进 超越一般的九星御兽师 他完美接替白羽的一波 成为龙国陆军 当之无愧的灵魂领袖 海军大将慕容猩猩 自从领悟无系魔法 他的主流职业 不再受制于地球文明的约束 心灵女神 才是他最耀眼的一层身份 月神 戴安娜 彻底臣服于他 用自己的经验 辅佐这位心灵女神 加速成长 羞羞羞 这是剑破万法的声音 射爆一只只繁极虚兽的虚核 繁极虚兽 虽然可以对标兽神体的魔兽 但对于慕容猩猩来说 斩神犹如砍瓜切菜 既月神宫手中紧握 近断之剑无限刷新 彼时 那个需要用狱卒 去拉满弓弦的白发少女 不知不觉 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金国将军 她可是黑之夫人 亦是龙国的太子妃 全世界无数双眼睛盯着她 她选择用实力证明 只有她自己 才配站在萧星宇的身边 女神陛下 您的呼吸节奏乱了 月神 戴安娜的虚影 出现在慕容猩猩的身后 你还是喊我丫头吧 女神陛下这种称呼 听起来怪怪的 丫头 下次拉弓的时候 闭上眼睛 感受无系魔法在空气里的流动 从身份上来看 戴安娜是慕容猩猩的下属 毕竟心灵女神只有一个 她必须效忠于慕容猩猩 但从情感上来看 戴安娜更像是陪伴慕容猩猩 一路成长的导师 也是很好的朋友 毕竟慕容猩猩 有一颗最干净的灵魂 戴安娜无法抗拒 这个少女的灵魂魅力 慕容猩猩的目光 锁定一只兵极虚兽 有缘啃食者 这是能够对标 是神体魔兽的怪物 当慕容猩猩闭上眼睛 她用自己的神识 去感知无系魔法的律动 少女忙拉弓 食指破苍穹 这一剑 慕容猩猩领悟到了 全新的力量 法心通明 无系魔法与心脏相通 无需视线进行校准 就能射出附加 十倍暴击的劲端之剑 轰隆 剑矢插入幽冤啃食者的头骨 爆炸的瞬间 血沫纷飞 肉惊破裂 一颗闪闪发光的金河 暴露在浑浊的空气里 这是虚兽的能量来源 虚核 慕容猩猩紧仅射了一箭 几乎把这只兵 急虚兽打了个半死 龙之呼吸 龙黄泉 夫妻之间的默契 无需多余的语言 萧星宇一拳挥出 背后的暗影魔龙 发出破天狂吼 虚核爆炸 能源流逝 幽渊啃食者身躯抖动 在狂风的吹拂下 化为一阵烟雾 随之消散 小豆包 如何 还行吧 看得出来 你们人族的御寿师 能跟第一阶段的虚兽较量一番 龙国三大将 也算是人族御寿师里 排名靠前的强者了 再往上 就是实心御寿师和御寿弟了 然而 人族最出色的强者们 也仅仅能应付一下 第一阶段的虚兽 将军 皇城上空 也出现了大量怪物 萧欣宇转身看向龙国皇城方向 只见皇城的空域 突然浮现众多虚窝 尼普解释道 虚窝是不受地形控制的传送渡口 只能说 你们人族的防御体系太落后了 人族建立的防御体系 可以抵挡魔兽的空袭 却无法抵御虚兽 文明等级的差距 又一次深刻地体现出来 将军 我们来不及支援皇城 我们被包围了 这些怪物真是棘手啊 他们的自愈能力太恐怖了 尼普解开万象囊 兽找一掏 拿出来一堆地脉神器 萧欣宇 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用我们地匠族打造的地脉神器 对付这些虚兽 绰绰有余 尼普是真把萧欣宇当好兄弟了 万象囊里的地脉神器 可是连内虚六国都眼红的宝物 这也是神断师 明明不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却还能在神虚界 躋身于一流职业的原因 而御兽师这个职业 在神虚界的定位 是不入流 事发突然 虚窝数量增加 转瞬之间 三只将疾虚兽 同时围攻萧欣宇 将疾虚兽 相当于尖心体的魔兽 此刻的战场 紧张而又刺激的氛围 仿佛燃烧一般热烈 这就好比萧欣宇孤身一人 单挑三大货源 场面令人不敢直视 慕容欣欣和颜亦臣 想要赶来协助 却被其他虚兽围困 整体来看 龙国三军的实力 在虚兽大军面前 略显捉襟见肘 一是文明等级的差距 二是对敌人的了解太少 这毕竟是人族第一次面临 来自神虚界的虚兽 尼普催促道 萧欣宇 这些地脉 神器你拿去用啊 只要你 还请我吃豆沙包 我这些宝贝你随便用 尼普 这一次 萧欣宇没叫豆沙包 而是叫了尼普的原名 你见过龙吗 见过 尼普印象很深 在他年幼的时候 跟随父亲去过一次误国 那时的神虚界 龙族尚未完全灭绝 他和父亲幼普 一起站在人群里 望着专门用来处形龙族的 灭龙柱 灭龙柱上 绑着一头邪气凛凛的恶龙 尼普亲眼目睹 一位宗师级的灭龙师 斩下恶龙的龙头 喷射的龙血 就像在浓浓的雾矮中 落下一场暴雨 他见过龙 萧欣宇又问 那你见过龙王吗 啊 尼普愣住 萧欣宇唇角微扬 体内的龙王之力 顷刻爆发 龙王基因锁第二段 激活 这这是什么龙 好强 好强大的气息 是神涅槃凤的背脊上 从出生开始 就学会直立行走的尼普 此刻四肢发软 渐渐的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一般 缓缓弯腰 俯身 匍匐 龙王现世 众生皆臣 九幽龙王的降临 让尼普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同时四肢着地 触发最原始的兽态和奴性 神虚界又如何 文明的差距和断层 只不过是六位真神可笑的奸计 又或是愚弄弄骗世人双眼的把戏 当龙王的力量降临世界 士兽就得跪在 力量共享开启 九幽龙王萧星宇 登场 龙国皇城 夜兰殿 象征着铁蟹意志的夜兰禁军 全部集结 每一名御兽师的脸色 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严肃 皇城上空 层出不穷的虚窝 就像灰暗色调的点点繁星 不计其数 抽象形态的虚兽们 魔肩接踵冲出虚窝 肆虐皇城空域 夜兰殿前 龙国女帝上官兰 与燕蒙盟主萧烈焰并尖而立 上官兰眉如远山 眸光凛冽 没有魔气波动 可以确定不是魔兽 所以这些 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怪物 究竟是什么来头 萧烈焰深邃的眼睛里 荡漾着一抹神秘 虚兽 就是他们的统称 虚兽 他们来自南半球的神虚界 力量体系和文明层级 远高于我们之前的宿敌魔兽 上官兰扭头盯着萧烈焰 胡一道 焰 你对南半球这么了解 是不是去过不止一次了 嗨嗨 几次而已 到底去过几次 十几次 二十几次 具体我忘了 萧烈焰何止去过南半球 他甚至和内需六国的 一些大佬认识 比如百里烧的父亲 建国的三剑圣之一 赤葬 百里玄 萧烈焰 看来你这颗脑袋里 还有很多瞒着我的秘密啊 当上官兰直呼 萧烈焰大名的时候 说明已经生气了 萧烈焰挠头尬笑 赶紧转移话题 兰 虚兽的等级 可以根据虚应的数量判断 萧烈焰随手 指向一只扭曲的怪物 这只怪物的身上 有一道闪烁白金色光芒的符文印记 形状酷似爪痕 身上只有一道虚应的虚兽 就是最低级的凡级虚兽 两道就是兵级 三道就是将级 虚兽阵营的战力天花板 也就是唯一的主宰急虚兽 秩序颠倒者 莫语斯 身上总共刻有九道虚应 他也是内虚六国 和外虚百族最大的宿敌 神虚界最强的反派 燕 你瞒我的事情 我暂时不追究 等这一仗打完 你必须把你去过南半球的经历 一五一十跟我讲一遍 否则 上官兰朝着萧烈焰的裤裆 做了一个虚空握拳 外加旋转手腕的动作 当下一股凉风袭过 萧烈焰脸色苍白 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上官兰这双手 上官兰生气的时候 可是真用力捏啊 玉兽文章开启 七彩圣麒麟 与名府叶麒麟的合体形态 降临大地 纯种麒麟血脉 等级达到混沌体 一揭 这就是上官兰最近一年 培养出的新玉兽 天谴玉麒麟 与此同时 上官兰在开玉兽文章 双龙骨的荒骨黄龙突破云雾 咬碎一只降急虚兽的头颅 萧烈焰化作混沌猿龙 本体形态霸气威武 一生龙银吼出混沌法则之力 直接扭曲虚兽的身体构造 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如今的上官兰 拥有一颗中年龙王的心脏 实力早已超越巅峰的自己 萧烈焰纯纯一个混子 但他在战场上只是混 而不是菜 面对任何强敌 他都能给人一种 五五开的感觉 这种游走于任何战场 却从未有过败迹的人 才是最可怕的存在 来 我来帮你 萧若雪摘掉围裙 扛起龙魂帆 就从一个温柔姐姐 变成龙族的管家 龙文使 飞 这个女人也很奇怪 她每次进入战场 直达辅助 手中的龙族启示录 明明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 她却只用来记载萧星宇的成长历程 龙魂帆明明可以释放祖龙之力 她偏偏不用 此刻的飞 扛着龙魂帆 协助上官兰 使得荒谷黄龙 顺利开启万灵归宗的银河形态 飞 你是不是也有命你瞒着我 啊 哼 你和那个臭男人一样 整个家 就我儿子 跟我亲密无间 我而萧星宇对我没有隐瞒 我们母子才是同一阵营 这一年 上官兰对萧星宇的宠爱 可是文明人族四国 真正的母爱 就是长觉亏欠 上官兰不论对萧星宇多好 都觉得做的还不够多 总觉得自己亏欠萧星宇 想要把萧星宇童年缺失的母爱补回来 兰 别生闷气了 帅级虚兽出现了 萧烈焰朗声大喊 皇城上空 暴风席卷 一口深渊般的虚窝里 冲出一只体积超越荒谷黄龙的虚兽 第二阶段 帅级虚兽 士灵毁灭者 帅级虚兽 相当于巅峰期的尼德霍格 尼德霍格是魔兽一族的战力天花板 而士灵毁灭者的序列 仅处于虚兽一族的第二阶段的第一层 后面还有王级和帝级 至于第三阶段的图腾 神圣和主宰 哪怕现在的人族倾其全力 也扛不住人家一招 虚将 这气息好强的样子 只论压迫感 堪比尼德霍格 不 甚至比尼德霍格还要恐怖 从综合数字上分析 帅级虚兽 确实媲美混沌体 三阶的魔兽 也就是当年的尼德霍格 然而 虚兽拥有的特殊力量 是魔兽血脉并不具备的 第一阶段的虚兽 全部具备虚域 这项天赋 简单来说 就是极其强大的自愈能力 如果无法将其一击必杀 或者一套连招击杀 他们就会利用虚域 将自己残破的身躯 快速拉回满血状态 第二阶段的虚兽 拥有天赋 虚变 他们会在攻击中 根据对手的特点 改变自己的数值属性 如果对手怕火 他们会生成火属性的攻击手段 如果对手不擅长远程攻击 就会演化出远程攻击的武器 或者技能 第三阶段的虚兽 更是可怕 天赋名为虚臂 这项天赋的效果 会以间歇性的形式 随机触发 一旦触发 对手释放的攻击 即使命中他们的虚核 也无法造成一丝伤害 此刻凌驾于皇城上空的 士灵毁灭者 就是第二阶段的帅级虚兽 等级对标尼德霍格 同时拥有虚变天赋 身上呈现四道虚印 蓝 要小心了 这相当于进阶版的尼德霍格 哼 不要你提醒 哎 你说 你都当妈的人了 还和少女时期一样 这么容易生闷气 不论岁月的更迭 上官兰只要在 萧烈焰的身边 她的状态 就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女 就在上官兰 准备发动攻击的时刻 背后闪过一道人影 女帝大人 黑直在此 何须您亲自出手 这不是萧星宇的声音 而是龙王萧星宇的声音 九幽之湖 领域展开 圣轮眼里烛火跳动 一长一短的心一刃 合二为一 龙心中遮蔽天空 九幽三神器集结 九幽龙王亮出龙雅 盘踞在少年身边 大家快看 是黑直大人 是空军大将萧星宇 是太子殿下 是青龙学院优秀毕业生 是感动龙国十大人物之手 是永夜君王 是龙族之王 有些时候 身上标签太多 也是一种麻烦 萧星宇一登场 那真是喊什么的 都有 皇城上空 异象丛生 所有虚窝 瞬间产生珠网状的裂纹 只因无法承受龙王之力的摧残 龙铜忽闪 昼夜交替 龙嘴喘息 四季变幻 当龙铃开始阵战 引得天外斗转心仪 时间长和扭曲逆流 人们抬头望天 便能看到一头龙铃 不断更换色彩的巨龙 它的眼里 燃烧着两处摇曳的烛火 似乎能点燃宇宙中的寂寥 龙铃不停变换的色彩 象征着时间法则 在万物运转的规律中 不断演化的本能 一双幽深且不见其底的烛火龙铜 好似两轮古老的时钟 透露出无尽的智慧与启迪 以及时光闲者的遐想 它的每一次呼吸 仿佛都能掀起 自带蝴蝶效应的因果波纹 影响着整个世界 这就是拥有一副龙王骨 主宰时间法则 与因果秩序的龙王 九幽龙王 它的出现 令人挪不开视线 足以见得是多么炙热耀眼 所有虚兽 不论等级的强弱 在他面前 全部显得黯然失色 这就是龙王的压迫 这就是龙王骨的威慑 当年的尼德霍格 如果没有窃取 苍鸣龙王的力量 如果没有欲望龙女的加持 仅凭他混沌体 三阶的力量 连给九幽龙王 提携都不配 此时此刻 即使帅集虚兽 是零毁灭者的实力 撑得上进阶版的尼德霍格 他在九幽龙王面前 依旧呈现出 一副畏惧的姿态 儿子 妈 一切交给我 上官兰脱离战斗状态 回到地面 曾经的他 时不时还需要用自己的臂膀 把黄科院黑植护在身下 现在的他 则是需要仰起头 仰望那个冠以龙王之名的龙国太子 这孩子 上官兰满眼都是宠命和欣慰 嘴里嘀咕着 或许 距离我退位的日子 不远了 上官兰心里最清楚 龙国御兽地这个位置 迟早要传递到萧欣羽的手里 只是御兽地这个位置 事物繁杂 劳心费神 可不只是具备强大的战力 就能胜任的 上官兰现在还坐在这个位置上 并不是不愿意让位 而是他想承担更多的责任 让萧欣羽有更多的精力 放在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 所有人都清楚 萧欣羽的路 和任何御兽师都不同 他是龙王 他脚下的路 没有人能复制 没有人能预料 这条路的终点 世神涅槃风的背脊上 尼普已受形态匍匐 颤抖的眼神 盯着九幽龙王的伟岸身影 蓬勃 强烈 悸动 热情 强悍 尼普的脑海里 不由自主浮现无数激昂澎湃的词汇 但加起来 也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完整感受 他见过龙 但他只见过身上携带污浊 邪恶 病态的恶龙 他没见过龙王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领略龙王谷的魅力 好强 这股气息真的好强 这头龙给我的感觉 恐怕悟国的至尊级灭龙狮 也图不了他 不 甚至无法伤到他 尼普从小到大 跟着父亲走南闯北 见过很多悟国的灭龙狮 但在他的印象里 或许只有悟国的统治者 龙玉大帝 陈骁 才能对得上萧星宇召唤的这头龙王 龙头之上 萧星宇挺身毅力 气势如红 眸光闪耀 沙 萧星宇冰冷鲜红的薄唇 轻轻吐出一个简单粗暴的字眼 煞时 浩瀚无穷的龙之力波动 在皇城之上 凝聚一座灰红连绵的龙形气脉 看起来就像一片层弯叠杖的大山 直接隔绝虚窝与虚兽之间的联系 龙银撕裂天幕 龙爪扭曲虚空 在龙王萧星宇的命令下 气到不同颜色的龙影 翻越龙脉大山 以凶残暴力之姿 埋头冲入战场 七龙下山 龙兮肆虐 龙族天下 不容侵犯 火系 流火炎龙 土系 地心炎龙 青炎 木系 翠乌玲龙 轮回 金系 流金耀龙 金勉 光系 心灰光龙 灰月 暗系 暗金影龙 孤影 七只象征着不同属性法则的混血龙 都是萧星宇的忠诚信徒 他们在人类形态和龙曲形态之间随意切换 充分发挥着混血龙脉的优势 充款虚兽大军的防御阵型 或许人们并不知道 这七只混血龙 身上可是淋过中烟龙王的龙血 作为战场上等级最高的帅级虚兽 士灵毁灭者即使没有五官 在人们看来他也呈现出恐慌和忌惮的表情 第二阶段的虚兽 天赋是虚变 但士灵毁灭者在面对九幽龙王的时候 并没有触发虚变 因为虚变是针对敌人的弱点 而演化针对性的能力 在士灵毁灭者的视野里 他根本看不到九幽龙王有任何弱点 文明等级的优势 也无法弥补血统的压制 帅级虚兽 在龙王肖兴宇面前真的不够看 我嗅到了 肖兴宇鼻翼吸动 圣轮炎锁定士灵毁灭者 你的身上有恐惧的味道了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虚兽 本是没有情感的机器 可是在龙王之力的压迫下 士灵毁灭者竟然产生了恐惧这种情感 就用那招结束你的生命 同时开启属于我的新时代吧 这一年里 肖兴宇可没闲着 除了把心思用在御兽的进化升级上 他每天也在努力领悟三龙王的力量真谛 苍鸣龙王 九幽龙王 梦寐龙王 甚至是中燕龙王的力量 肖兴宇全部具备 但拥有和会用之间 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会用和掌控之间 又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 肖兴宇从未停下脚步 这一年里 他对于龙王之力的使用 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见来 肖兴宇土字落地 九幽龙王后颈部位的逆灵 瞬间脱落 化作一柄象征时间秩序 和因果秩序的三尺长剑 落于肖兴宇掌心 逆灵剑 是中燕龙王的三神器之一 但它的本质并不是一柄剑 而是一种概念 肖烈焰手里的逆灵剑 是中燕逆灵剑 肖兴宇此刻手握的剑 是代表九幽龙王的逆灵剑 力量共享 龙之呼吸 肖兴宇身上的衣物 被龙之力拨动 搅得破破烂烂 裸露的胸肌和腹肌 有如刀削腐刻 一般精致 逐渐覆盖九幽龙灵 额头长出指针形状的龙脚 一袭飘逸的长发似翼飞舞 发丝在空气中 勾勒着春夏秋冬的色调变换 当肖兴宇握见蓄力 匪目光灼灼 激动道 燕 我没看错吧 这是 肖烈焰深吸一口气 嗯 就是龙王斩 九幽龙王的神性 差不多要觉醒了 不论任何一条时间线 不论任何一个卫面维度 没人质疑过龙王斩的威力 因为见过龙王斩的人 都不会开口说话了 这一战 龙王萧星宇摆明了 要用龙王斩 一剑 斩出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尼普看傻了眼 他死盯着萧星宇的背影 这只这 神性 神器剑 竟然还有神性